副总统怎么开城见人入党 会觉得拜路杀出陈咬金吗 微笑没有回应 副总统赖清德出席金融市长林又昌新书发表会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 也在现场的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赖清德跟林佳龙 两人三不五十交投皆厄 互动很热络 赖清德出身新潮流 林佳龙则是正国会领袖 赖林难得同场 难道代表民进党内两大派系要携手合作 不是单纯这个数字的不简单 因为你要知道林佳龙的成绩的不简单 要先了解他执政的时候的台 金融市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赖清德要讲的是林又昌 却总是不小心说成林佳龙 也让外界多了想象空间 尤其赖清德是民进党内2024 总统大选呼声最高的人选 如果跟同样具有基层实力的正国会合作 更是如虎天意 第二个呢 他也有计划 你看那个金融港再生计划 他非常非常不容易 不管是加隆当部长给予的 或是我当院长合给的 有数百亿元之多 让林又昌 可以展现樊梨花的空力 距离2024还有两年的时间 不过想要挑战大卫的早就开始布局 赖清德更是从去年底的四项公投 就积极勤跑基层 出访宏杜拉斯顺利完成任务 年假期间更是动作频频 不断增加曝光声浪 现在又跟正国会领袖林佳龙越走越近 未来会合作甚至是搭档 赖清德的总统路逐渐成型 欢迎新闻 江波伟扬直律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